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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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喜欢他的工作 他在酒吧住唱 异性也好 唱歌又好听 很多异性跟他是好 他都不懂得拒绝 他生活上的洁癖更严重 平时在家给我定下各种规矩 我觉得活得很累 可我也都是一片好心啊 我为他付出了那么多 当初不过家人反对留在天津陪他 现在他总是嫌我烦 我对他的爱已经被他的双重洁癖消磨光了 与其这样相处 还不如趁早分了算了 我被板球的孤单 掌声庆出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苏24岁来自秦皇岛 是一名销售 女嘉宾小王23岁来自秦皇岛 平面设计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是大学同学是吗 对 大几开始谈恋爱的 大三开始 大三 谁追的谁 我追的他 然后小片里说你为他留在了天津是吗 对 资料上面说你们都是秦皇岛人是吗 对 我们两个是老乡 你在小片里说他有精神和生活的双重洁癖 对 我们一个层面一个层面的说 先说精神好不好 精神上的怎么了 因为我喜欢唱歌嘛 然后我之前一直在酒吧做这个兼职助唱 之前有一次是这个母亲节 然后有一个特殊的活动 然后那天唱的反正也是比较嗨 然后大家下边气氛都挺好 唱完以后有个粉丝过来说 说那个我觉得你唱不错 我能送你出花嘛 行 那送出花有什么呢 然后拿我来一看 诶 是康乃馨 然后我就觉得这事挺逗 我就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回去他一看 哇 那不行了 然后就 这没什么呀 那就是不能收女生的花嘛 那是女生送给他的 而且是喜欢他的粉丝 就人觉得我唱得好嘛 粉丝都是喜欢的 还有不喜欢的粉丝呢 那就不能有女生喜欢他嘛 是 然后从这之后 就我每次去唱歌 他就有的时候偷偷的 有的时候直接就 就那么跟着我 然后有一次 我就正在台上唱唱着歌呢 我就突然看着 他在台下跟人 又撕伯起来了 然后我就特别害怕 他受人欺负 然后还要把这个台上 这个演出完成 完事以后我就下去 一问才知道 他跟人见了 他说人家拍我 拍 拍呗 那不能拍呀 那是我的男朋友 为什么给他们拍嘛 我的天哪 孩子你多大呀 我觉得我之前 谈过一段恋爱 然后那段感情 我觉得还是让我挺受伤的 然后我就有了新的感情 我就希望这段感情 像白纸一样 但是我觉得那些女生 可能就是我白纸上的黑点 我的天哪 他跟人打起来了吗 后来 反正弄得鸡头白脸的 那个酒吧 我就不好意思呆了 那肯定是 把我都换了一个 换了一个 这回粉丝没问题了 老板又不行了 为啥呀 老板是女的 女的 就是那老板觉得我不错 然后就说 我这有资源 给你录个单曲吧 对于我这种 非专业的歌手来说 就有这样的机会 挺难得的 然后我就给答应了 然后她又不行了 死活不让我去 又哭又喊的 就绝对不行 那是女老板 你去了就 就得把你怎么着 那女老板肯定是 对她有意思 要不然他们一块唱歌的 也有别的小男生 为什么光光偏挑她呢 她觉得我唱的还不错 是是是是是 你害怕你男朋友去了 被欺负是吧 那肯定是对她有意思 好好好 完了这这事没算完 当时我没去嘛 人家打电话过来了 这乐队都等着你呢 咋不过来啊 完了我这刚要解释 她把电话抢过来了 卡抢过来就 你你你你居心叵测 你你心怀不轨 你这狐狸听怎么着怎么着 然后啪电话摔了 真的假的 真的 不夸张啊 不夸张啊 这原话啊 是你说的吗 我一直就不喜欢她 助唱这份工作嘛 然后她就非要去 还有女老板给她 还录这个单曲 那不想多挣点钱嘛 刚毕业也不容易 你说且说没钱没钱 那啪手机摔又买新手机 可是我就是觉得 她就有的时候跟那个异性 就是有点把握不好交往的尺度 就有一次她下了班之后 送一个喝醉了酒的女同事回家 还给人那个服务屋里去了 反正这事她没跟我说 你说俩人要没事 你跟我说能有啥呢 这事还是我翻她手机的时候 看着的 要不然我还蒙在鼓里 她用手机拍下来这一幕 没有人就跟她说 谢谢她送她回家 我一看还送她回家 这就平时就挺好的姐们 就处得不错 然后那天人家喝多了 你明明知道她这样 你就别这样嘛 对啊 你知道我在意这些 你就不要这样嘛 但是我感觉那人家 自己在天天打拼也挺不容易的 那我就容易嘛 我在家等你 你天天下班那么晚 晚回来还不知道干嘛去了 回头 你晚回来 不是唱歌 就是送别的女回家 我就那一回 你咋还是 那万一有别的回 我不知道呢 哎呀 这个事不经想啊 你以前谈过恋爱吗 谈过 谈过 你不是说她精神洁癖她受得了吗 那受不了 她以前可谈过 对啊 赶紧跟她分吧 不行 还不行 那怎么办呢 她谈过了呀 那必须 就要一说这个事 就她生活中经常把我前女 有事揪出来 干啥啊 就她经常在一些奇奇怪怪的时候 问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比如说 比如说在家敷面膜问我 她是用泥的还是用纸的 接吻的时候她会问我 哎 你跟她感觉好 跟我感觉好 真的假的 你 你那个手 你是扶着她后脑勺 还是扶她腰 那她那个前女友 我的天哪 姑娘你要干嘛呀 她那个前女友 是她心目中的女神嘛 长得又白 女神不是在换你了吗 那我不是她心目中的女神 可是我跟婷婷都已经是过去时了 婷婷 你看她 又叫她婷婷 哎 就每次啊 就说话总是叫她婷婷婷婷的 不是 口误 我就说她忘不了她 我跟她大皮姐发了 小皮姐发了 你怎么还是叫她婷婷呢 我的天哪 这姑娘 哎呀 这是你从你们学校哪儿 哪儿找出来的这么一姑娘啊 你说那女神啊 你说那女神啊 因为当时刚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学长嘱咐过 说你上大学 一定要追一次你自己的男神女神 这样你的人生才完整 啊 然后我就觉得她长得挺 不是她啊 挺娘 那就别说了呗 就是 你也是 哎呀 她是谁 挺娘讨厌 就是我那个 就是 就是我就觉得她 她长得挺女神的 我就 我就试一个 不说了 不说了 过去了 过去了 你下次 你也问她呀 你也问她 她前男友的事 多过分呢 啊 你觉得过分啊 她要是问你前男友的事 你心里别扭吗 我都别扭了 她可以随便问是吗 我不说 你不说呀 那你为什么不说呢 我不是怕她在意吗 哎呀 那她 对你怎么那么缺席眼 你都说了 我不能 不是你知道 我要是回答她 我要是回答快了吧 她就说你敷衍我 我要回答慢了吧 她就说你又犹豫了 我就得刚好掐在那个点上面 你要不回答她呢 我要 我要不回答 这你能不记得吗 你女神呢 哎呀 这个刑讯逼供是有一套的 这姑娘 这是在精神层面是吧 对 生活里呢 生活里边 生活里边更过分了 就是她是 就是爱干净这个 不是爱干净了 有点洁癖了 就说你说你爱干净 我陪你一块爱干净 我保持不就行了吗 那不行 那基本上隔两三天 就得拉着我一块 就是把那个地板庄那个缝 拿鸭签给抠了 对 那个地板庄那个缝 它不能是 不能颜色不能变黑 我说一个租的房子 你干啥非得这样啊 还有真拿鸭签扣啊 那必须拿鸭签扣啊 必须一起扣 还有这个外边超市买来东西 就是那个吃的啥的 得拿洗衣服洗一下 就是包装袋洗一下 干净一点嘛 现在外面那么脏 哎呀呀呀呀 是 然后还有买的那一些 比如说贴身衣物啊 什么毛巾那啥的 锅里煮 那是应该的啊 买的小一下 我不知道哪学的这招都是 这些都是小事情 你别小提搭做嘛 不是 哎呀我的牙呀 这大过节的 你说这个 哎呀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说此刻吃饺子 是看着这节目了 不用放醋了啊 挺酸的挺酸的 就这么嗲呀 你受得了吗 开始觉得挺好的 后来就不行了 经不住了是吧 接着说接着说 还有什么呀 就这个我就觉得挺过分的 有的时候回家 以为他做饭呢 打开锅一盖 一看里边煮 煮着毛巾衣服啥的 那种感觉特别惨 特别惨 真的特别惨 真是 嗯 然后就 我觉得 你不要光说我 那你呢 就 他知道我就是挺受不了这些的 然后我爱干净嘛 有的时候小猫小狗小动物 我都是 嗯 离得远一点 然后他吧 偷偷地抱回来一只小狗 嗯 然后那个 就是也没跟我说 到家 我看一只小狗 我都不知道该往哪站 你不会把狗煮了吧 他没 没有 那就行了 我们放心了啊 但是我就是为了你考虑所有我 领回来之前 我都给他孝恩毒了 然后给他打预防针了 嗯 这不挺好的吗 嗯 然后他做了一个让我 现在我想起来还极其过分的事 啥事 他就我那天上班走的时候 狗还跟我拜拜来着 嗯 然后等我一回来没了 去哪了 他给送人了 送人了 送给谁了 他 我也不知道那谁 我不认识 送给我的朋友 我觉得我还是挺为他考虑的 找到了一个喜欢狗的朋友 他会好好对待他 但你得跟我说呀 你说的没说我 那么深感情 你说送就送了啊 那你把他抱回来的时候 也没跟我说呀 啊 这事倒是你做的不对啊 你应该求教一下他 我现在先在后套嘛 你抱回来没准养两天就喜欢了 啊 行 你怎么着你过不下去了 我真过不下去 我开始这些事说出来是小事 但其实你真放到自己生活中 你一体验就感觉了 真是让人受不了 啊 反正是不经细想 啊 姑娘你就是这样的一个姑娘吗 我一直是这样 一直就是不会好好说话 她不是这样 她不一直这样 我就是 你能好好说话吗 我这就是好好说 你这就是好好 哎呀 我的天呐 你当时就喜欢那嗲声嗲气是吧 当时不是因为嗲声嗲气 当时我就觉得挺温柔体贴的 然后就觉得她应该是 就感觉是肯定能专一 不像我原来因为 其实我从那女神身上也挺受伤的 就她能 我觉得她能好好对我一个人 就女神伤了你 你准备伤她 不是我不是伤她 我是女神对我不好 就是她就是那种 身边总围着好多男生 就是给你一种 你永远能够一个备胎的 你也受不了那个 受不了那个样 那你身边就围好多女生 你看你看我说的就这意思 这是你男神吗 是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男神和女神都不好驾驭 来来来 我们看老师们怎么说 一起进入丘比特奔券 这个洁癖啊 其实在我的从业工作当中 经常接触 这个洁癖是什么原理呢 把我自己弄干净了 我身上不允许有一点污点 所以她就要不断的把自己身上 认为的脏东西把它洗掉 扔掉 所以每天要花很多时间 来做这件事情 其实你找男朋友不是那么好找的 因为你要真的找又有感觉的 很难 但是一旦找到了 这个男人就是我的了 那我就把这男人洗干净了 包括过去她的情史 那都是脏东西 所以她得不断的洗 那她问多难受啊 是啊 她很累啊 就问是一个洗的过程是吗 对 那就是她的污点 所以她必须得洗掉 实在她自己问烦了 最后觉得这罐过了 这算干净 她不允许一点点的不好 一点我也看不下去 它是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呢你就活得非常的累 但是这种情况往往也就意味着 一种社会适应不了 我看资料最近你是在家上班是吧 不出门 越不出门 越在家待着 她越严重 她只能洗你 等她出去以后呢 最后各种的社会的交叉 让她慢慢的脱敏 她才有可能慢慢的去稍微好一点 但是如果你觉得把它放在家里 你认为是一种安全 或者你觉得你能够养它 或者觉得你能接着这现状 对你是非常不利的 如果你一直这样下去的话 你特别的累 你每次的注重细节 但是发现 你失去的东西越来越多 你越想抓住东西 越来越难 所以需要一个不断的调整 好 谢谢 谢谢余老师 我想问男生一个节点 你是跟你的女神 分手多久追的她 大概几个月吧 几个月 不到半年吧 不到不到 所以我想通过你的事情 告诉给很多男男女女 有很多人在谈恋爱的时候 她新一段恋情是因为旧一段恋情 刚刚分手 这个时候寂寞空虚 特别是受过伤的人 她在找下一个人的时候 她会想 因为上一个人身上有这些 我不喜欢 我驾驭不了的特质 我找下一个 一定跟这个 要相反 越反向越好 所以你找的一个女生 你只有两个特点 第一 对你完全专一 恭喜你找到了 第二 一定要非常温柔 你又找到了 所以你找的这个人 真的是你想要谈恋爱的对象吗 不一定 我们知道谈恋爱对象有好几个标准 第一个标准 你们两个至少在很多事情的原则上面 是要一致的 第二个 你们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第三个 你们俩能聊到一起来 所以有很多地方 其实你俩并不一样 所以男孩 不管你最后 要不要跟女孩分手 但是我想让你知道的是 不要因为刚分手 就随便找一个反差很大的人 如果你要是这样 又去找一个 跟他完全不一样的人的话 是不是其实你 并不是喜欢那个女生 你仅仅是因为 那个女生跟他差异很大 所以想清楚再谈恋爱 对你们才是最合适的 那回过头来对女孩来讲 我请你记住一点 苛刻的爱情是享受不了爱情的甜蜜的 你总是担惊受怕 她今天跟哪个女生又在一起聊天了 天哪 明天她会不会跟那个女生 还要拍一个亲密的大头照 完了后天她会不会又送一个女生回家 小心翼翼的谈恋爱 那不叫恋爱 那叫担惊受怕 所以考虑清楚你想找的人 真正是什么样子 再去寻找 再去考虑 要不要真的跟她在一起 好 谢谢 谢谢小鹏老师 首先我先跟男生说好 不要轻易给人家下定义 什么双重洁癖人士吗 像生活当中仅仅是她一些爱干净 或者是有些习惯跟你截然不同 让你觉得不舒服 不要轻易给人下标签 一旦你下了 背后是什么 背后是你对她已经其实戴了有色眼镜 一旦先入为主 觉得她这是一种病态了 那她做的哪一件事都会被你无形当中放大 我觉得她很多的这种行为表现 有她的幼稚点所在 但是我觉得正常 比如说避讳你的前女友的名字 甚至于老问你当时做一些比较 当时发生的事情 那会儿你们是什么状态 同样的事情在我身上也发生过 我视我的老婆为女神 但是我不是她第一任男朋友 我有一段时间极度介意她之前的事情 而且我还老追问 每问一次说出来我就生气 就是这样 但慢慢的呢 让我知道翻翻覆覆去不同角度 然后我问 其实就是那么一点事 我反而就释然了 我是一点一点从特别生气到生气 到还好到无感 现在基本上就没有感觉 也想不起去问我 这是一种过程 某些人存在 不一定你可能不是 但她有 但背后反映的是什么 她真是很在乎 虽然你的过去 她没有介入 但是她特别的 觉得是一种遗憾 甚至于是种怪罪 为什么我们不 当时早点遇到 对不对 但其实这都是无理 但都是感情上 因为对你的爱 只不过她很幼稚 底下有人给你拍照了 她会居然跟人家吵起来 比如说送你花的 她会很介意 在感情方面 她是对你真是专注到 只有唯一世界就是你 所以你该不该多体谅她一些 该不该一些事情 需要去避开就避开了 就比如说 要送喝醉酒的女同事 深夜回家这种事 就不要干了 好不好 对她负责 也对自己负责 就这样 谢谢 谢谢曲总 我喜欢一句话 当一个女人 清其所有的爱你的时候 男人应该心存敬畏 因为当一个女人 不顾一切地爱你的时候 是好事也不是好事 好事是你终于运到了一个 可以完全属于你的女人 坏事是看你自己是否 能够承担 你想找一个对你专一的女生 但是你是否可以用同样的专一 去回馈她呢 很显然你做不到这一点 而对于女生来说 自己是对方的唯一 对方是自己的一切 这是一种非常完美的境界 但是这个完美的概念 没有你想的那么肤浅 真正要拥有一个人的全部 并不是要拥有他的过去 要拥有他的事业 和他全部的关注 而是你在他心目当中 作为爱人 你有唯一的位置 你错误的把这个概念给抹过了 你认为一个人属于你 应该是他所有的一切 他的社会资源 他的所有情感 他的所有时间都属于你 那你就错了 没有这样的人存在 你只能作为爱人 在他心目当中有唯一的位置 其次你有很严重的患得患失 君子使物不以物使 你喜欢某样东西 但你不能因为喜欢这样东西 而被他所害了 你因为喜欢他 但是又担心他不能完完全全 专一于自己 所以你担心受怕 你觉得总有什么东西 会把它掳去 但是如果你要每天都这样想的话 有一天这样的机会肯定会来 还有一点我不太喜欢女生 无病生营 我刚看了一下你的年纪 你也有二十三呢 偶尔撒撒娇就可以了 要是多了的话 挺腻味的 就这 真受不了了 在恋爱当中 每个人都有自己向往的一种方式 只要对方愿意接受这种方式 就OK 害怕的就是对方不能接受 那就调整吧 别任性了 老大不小了 来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我觉得咱们两个也在一起这么久了 然后中间也有挺多美好的回忆 而且当时我为你留在天津 你也说挺感动的 我觉得我们还是有感情的 你不能就这样抛下我了 那我怎么办呢 我 我觉得 你有些东西是忍不了 但是我觉得有些东西还是需要我再 好好考虑一下 你说我哪做的不好 要是我可以不那么爱干净 也可以不那么控制你 但是我还是希望你别跟女生有交流 不过你要是觉得介意我就会改的 我跟你说句实话 小鹏老师 这个在你们女生眼里算是小鲜肉吗 年龄算 样子不算 就是她实际上 不构成这个小妹妹说的 有那么多女生都对她有非分之下 至少 至少作为成年女人来讲不会 听明白了吗 回去吧 回去吧 啊 来 请关门 来吧 来来来来 来 姑娘 来吧 有话跟她说吗 有吗 有吗 来 我送你一句话 这两句话很适合你们俩 一个男人的任性程度 不能超过于她所担当的能力 一个女人的任性程度 不能超出于她所扮演的角色 你只是她的一个女朋友 你并不是她老婆 你也不是她妈也不是她女儿 所以失可而止的撒娇 她不能回馈你专一的爱情的能力 所以她也不能这么任性的去找你这样的女生 怎么了 姑娘 这结局不是挺好吗 我觉得我还是爱她的 没人说你不爱她 我还是希望她也能转过身来 我去台下我还会继续找她 因为我觉得我能改那些问题都不是问题 你干嘛不找一个能接受你这些问题的人呢 换一个角度去想 咱们不勉强你 不强求你 成年人就是要尊重对方的选择 谢谢你啊 请回吧 找去吧 孩子有点懵对吧 就完全傻了 她接受不了这么一个事实 但是你放在更长远的生活里看 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结局 因为大家意识到了你要的是什么 我要的是什么 我们是否真的合适 来认识下一对嘉宾朋友吧 各位请看 我跟我女朋友刚交往的时候 她是一个文静 温暖 内敛的女孩 但是半年以后我发现她变了 她现在特别爱唠叨 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批评我 平静的交错 你吵了都跟你说多少遍 你好好擦擦 你每回都说自己能擦擦 你咋回事啊 又不能满 哎呀 你别躺呢 你天天说自己爱到嘎 你身上全都走 喂 你到哪了 你不说你十五就能到 我们现在都二十了 她总是就是这样的小错误不放 一次当百次 我们最近也因为这样的小事 差点闹到分手 如果她再不改成这样的状态 恐怕真的走不下去了 女后是个唠叨的女友 印象当中只有妈妈爱唠叨 接下来我们掌声请出这一队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秋23岁来自辽宁 是一名学生 女嘉宾小王24岁 同样来自辽宁 是一名销售 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小王24岁 你在工作了对吗 对 什么职业啊 就是销售嘛 卖什么呢 卖卖卖卖卖卖的 你还在读书啊 对 我现在大四了 大四了 半年毕业了 你们俩恋爱多久了 怎么认识她 俩恋爱将近三年了 同学啊 不是同学 就是在一次我的同学聚会上 然后我的同学 就是跟她是朋友 然后就是反正也 反正就是挺意外的嘛 就是属于一件钟情吧 然后加了微信 然后就每天聊天啊 谁对谁钟情 我对她吧 对呀 你得说清楚啊 这个你前人唠叨是吗 对 就是因为生活中的一点小事 根本就是我觉得 没有必要那么生气的事 然后她就总是数了我唠叨我 比如说呢 比如说就是有一回 我俩一起去一家面馆吃饭嘛 那是我第一次跟她约会的时候 去的一家面馆 然后我去了我就说 你还记不记得这家面馆了 我不记得了 就说她不记得了 就完全忘记了 不记得就不记得了呗 那我多伤心呢 为啥呀 那我觉得第一次约会很重要啊 然后她就不记得了 然后我就问她 她就嫌我唠叨 你说她都问我什么问题 问我 我第一回来这家吃面的时候 我穿她什么色的衣服 什么色啊 我穿的是蓝色的 但是她说的是白色的 她本来没记住 然后她还说她记住了 面上了以后 她就不让我试 为啥 把我筷子拿走 那她是想不起来啊 对啊 她说我想不起来 然后就不让我试 就说你想起来再试 然后她说我什么色的裤子 什么样的鞋 那我你说都三年以前的事了 我还算计那么清楚 那为什么我都能记住 你就记不住呀 不是 你记得对吗 姑娘 我记得对呀 那你们俩第一次约会的时候 吃的什么面呢 她吃的是那个鸡丝的 那个凉拌面 鸡丝凉拌面 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现在想不起来了 那你说什么都对了 说什么都对 我什么都能记住 她什么都记住 你确实什么都能记住 这种事我觉得是很大的事 你们俩第一次拥抱在什么时候 第一次拥抱是在一个桥上 什么样的桥 就是我家 你穿的什么衣服 她穿的什么衣服 那你说我觉得这种时候吧 可能就忘了 但是 谁先抱的谁 她先抱的我 伸的左手还是右手 右手 你确定吗 我确定 你伸的是右手吗 不记得 你应该说伸的左手吧 跟笨孩子 她不光就是记不住事 然后还听不明白话 前两天就是她去脚头去 我说你捡头也挺无聊的 我去旁边溜达溜达观光节 不就附近 然后我就去溜达去了 然后捡完她就给我打电话 说你在哪呢 我说我在哪呢 我告诉她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紫紫西 我跟她说走这条道 然后你从这边走 我从这边走 咱俩就遇上 然后直接一回家 多好啊 是不多好个事 我都走到她捡头的地方了 然后我也没见到这大哥 我说那个 那你在哪呢 然后她特别无所谓地 跟我说了一句 我走错了 那我去找你去吧 你说她一个态度都没有 不是 你希望她怎样 我就觉得她 哎呀 那我走错了 那挺不好意思的呗 那你说那为啥 她特别无所谓呀 见着你不也跟你道歉了吗 那你是不是没有我呀 你见着我道歉 跟电话里道歉能一样吗 第一时间道歉了吗 那见面道歉不也一样吗 那电话里能说清楚什么呀 那怎么就不能说清楚呢呀 你说生活中老遇见这种事 这没什么呀 你叫什么针啊 这点事她也经常说我 我也不是丢针 我就希望她能完美一点 而且她就是经常说 自己特别完美呀 是吗 她就说得特别完美 洗澡也是 洗澡 你说我脾气特别不好 那天就是我俩去洗澡嘛 你俩去洗澡 去哪儿洗澡 就是我去 我去你边 她去南边 去洗浴 她背在包里 然后就放着我俩的东西嘛 然后等到前台以后 然后我就从包里拿我的东西 然后就没给她拉上 有个服务员就喊了一句 说美女你那个包没拉 对 你为什么不给我拉上啊 你说你倒也找不着事 你记不住我 然后啥事都猫猫糟糟的 然后当上那老些人面 她就回头说我一句 说啥 你为啥不给我包拉上啊 那我就不就生气了吗 那你为啥不把我包拉上啊 那我想不就完了吗 对 那她为什么就不给我拉上啊 对啊 你就够叫劲了 那如果要是没有好些人跟我说 不姑娘你把包拉上的话 东西万一丢了那算谁了 就没两不到能丢嘛 那怎么就不能丢 万一要是丢了呢 我觉得这种事根本就没必要吵架 然后除了以后我就也是跟她解释了 我说你别上气了 她解释的时候就是我错了 对不起我以后不这样了 她根本就不走心 那你给我走心道个歉 我看怎么道歉 我真是不应该把你包没拉上 那我下次肯定注意 这些人我以后再也不了 你就好好说呗 行 原谅你了 这事过了 原谅她了吧 都道歉了啊 原谅了 原谅大过节的 她从来说话都是特别漫步惊心 那你喜欢她什么呀 这么漫步惊心 是不是就喜欢那点漫步惊心啊 不是漫步惊心 我刚认识的时候她挺完美的 我觉得她是我想象中的那个样子 哇 你想象中她是什么样啊 其实我特别懒 我在家的时候 我也挺爱在家待着的 然后她就是经常带我去旅游去 就是能带动我走起来 然后我觉得这是 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挺互补的事 其实说白了 还是你喜欢她 是不是 愿意跟她在一起吧 但是她要是老这样的话 那我也受不了啊 你说一次两次行 我跟你讲主任 就是想想想想我得病了 对那个灰尘特别过敏 然后有一天她就来 我就说我去上班 你把家里那个扫一扫 她就保证了 哎呀 那可认真了 然后回来她还跟我说呢 哎 我扫的干净不 我一看一瞒 那全都是头发 那地上那边边角角啥的 还全都是灰呢 就面上她可能就扫了一下 那你说扫一下的话 那你还不地不扫呢 你就拿地蹲进来抹一下 不行吗 我觉得已经很干净了 表面我看已经没有头发了 但是她的要求就特别高 什么叫我的要求特别高啊 那每天我上一天班下班回家 是不是很累了 是是是 然后我还能把地擦干净 对对对 为什么我上班 我身上还能做到的事 因为你是卖卫浴的 你得清洁呀 还有什么呀 但是我就是 就是擦地擦不干净 你说我都生病了吧 万一是因为那边擦干净 我身上又起疙瘩了 那多严重啊 是是是 你就不能认真一点嘛 认真点啊 我就觉得因为这点事 她没必要就天天这么数落我 这么说我 就还有一回去医院也是 去医院 她上病了我陪着去嘛 排队的人就挺多的 然后我就随口说一句 我就说 今天排队的人挺多的 她就不愿意了 她就说 那不用你了 我自己去排去 那那么多人还有你说 我自己看不见呢 我瞎呀 那我就随口说一句 就好像本能的反应说一句 然后这也说我 这也生气 然后上楼以后找医生 她不身上起的蜘蛛疹吗 然后我就跟医生说 我说那个 她这个起蜘蛛疹 是不是尽量不恼好啊 那还有你说呀 我不知道不恼好 你说那些有啥用的 那不废话吗 那我听着不也难受吗 那我不也是关心你吗 请再问一下 你关心我的话 那你不可以做一些事 你为什么非要说出来呢 那这怎么了 那你我觉得 我知道你还说我干啥呀 而且我当时特别难受 你就小说两句 憋着我生气了呗 那你说你非得说那些 没有用的 那我能不难受吗 我觉得在你这儿 我做什么都是错的 你还做过什么她觉得错 你觉得特对 对 医院还没说完呢 医院没完啊 去医院 然后那个不就去领药去了吗 去领药的话 然后她还在说什么 就是拿那个药好几瓶 然后拿着慢慢吞吞的 我就又说了她一句 我就说那你就赶紧拿呗 就也又说这一句话 然后她又生气了 当时就一摔了 当了那么多人的面 一摔她就走了 然后我就特别难受 然后这边扎耳枕 然后那边就挂耳掉瓶 然后我就在这儿哭 然后她也不搭理 我就在这儿玩电话 然后 被哭了吧 我就可难受了 我就特别难受了 然后她不断不哄我 然后她就说 你有什么可畏惧 她就觉得我做错了 然后我就不应该说她 那你说我说她 我一句也能怎么着 你至于吗 对 说你一句也能怎么着 你至于吗 她从一进医院就开始 就是一直说我 就不大点小事也说我 然后我心里也是挺不得劲的 你把她惹生气了 你不是更不得劲吗 想明白就完了 哭完了吗 再哭一圈 哭了 来一下吗 那你说 如果你的妻子在嘎嘎嘎评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得哄她 那她为什么连句好话都不说 你说看我哭成那样 人家还说你委屈什么呀 你有什么可委屈的呀 不不不 跟谁不生气呀 不不不 我觉得像你这样 其实挺难哄的 怎么说也不行 因为都是废话 疼吗 你怎么 废 你看 对吧 疼吗 疼啊 难受吗 难受 我就问了不是还没用吗 你不是咋疼了 她就真是我觉得特别难哄 我说你别生气了 我说你生啥气呀 我说咱俩有话好好说呗 她就上来了又梦当的劲 行了 什么话都不说 你谈了也好几年了对不对 对 不就这么点事吗 还没磨合好 我觉得她就是越来越这样 越来越这样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我俩话都不读啊 当时也是在上学呢 然后后来就是那工作了嘛 可能说的就多了 然后她就经常烦我唠叨 我不觉得这些事有什么问题啊 她就特别烦 然后有时候说一说动不动就走了 你还走啊 有时候在大街上 然后她就在大街上会跟我吵 或者是哭什么 就是说前一阵那个 有一次我俩约好了去吃饭去 然后她说中午去 我说那行 然后但是就我就是睡过游了 睡过游了以后 然后她就是也挺不乐意的 然后见面以后她就跟我说 说那个吃什么去 那我当时不乐意了呀 那你咱俩都定好了 你为什么你忘了你失忆了吗 不不不不 你失忆了吗姑娘 我没失忆啊 你们俩定了几点吃饭呀 她定了十二点 当时我睡过游了 你睡了几点啊 一点多两点 对呀那是你失忆了 她没失忆 我也跟她说了呀 我说我 所以别叫那个汁 你们俩不会为这点事就 就这样吗 对呀不是 不是 然后那个这不就 我就问她 她说那就随便吃一口吧 然后就生气了 然后当时那个样子 就特别无所谓 然后我就又哭了 我俩人哭她也不哄我啊 然后我就不走了 我就当时我就是想 我现在在那静一静 她就使劲地拽我 她特别使劲 跟我身上拽得清一块 紫一块 就劳使劲了 我觉得就是两个人 应该好好沟通 但是我现在跟她就是 不怕正常沟通 张嘴就是吵架了 你刚开始追求她的时候 她也这么 也这样吗 刚开始以前不这样啊 刚开始我觉得 她是挺善解人意 挺温暖的一个人 现在呢 现在就变成 特别爱输我 爱输我 经常在人多的地方说我 然后我就觉得 挺尴尬 挺没有面子的 我希望这点就是 也是挺重要的 那你说我这会儿生气呢 我不能说别到家 再跟你吵完 那时候我已经没有情绪了呀 吵架也是需要情绪的 说得多好啊这姑娘啊 行了 你们看看怎么办吧 来一起进入 求比特问卷 好我在这里听到的关键词是唠叨 我问一下这个女生 妈妈唠叨吗 我妈不唠叨啊 你妈不唠叨是吧 我跟她也不唠叨 其实你也不唠叨对吧 对 其实你认为别人说你唠叨 真的好像很冤枉 冤枉 因为我是在提醒你 你做得不好 对吗 那其实你在提醒的时候 你就担当了一个什么功能呢 叫闹铃功能 她每天几点起床呢 你得想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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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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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特别觉得我该说成格格吉祥 你是想当公主 你希望所有的人都围着你 供着你 因为你今天讲说 他对我不好了 他对我不够真实了 为什么会有这种落差和感觉 你所有的感受全停留在 最开始你们谈恋爱的阶段 在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 他肯定会哄着你 他所有的心思都在你身上 因为那个时候他想要追到你 但是谈了三年恋爱不一样了 他现在没有那么大的劲 因为追到手了 所以他懈怠 他的懈怠让你感觉自己不受重视 所以你会很难受 你说好吧你去帮我扫地 你是希望他能够主动帮你说 我来帮你扫地 但是他没这么讲 所以你窝火 你在医院的时候 你希望他说 亲爱的你怎么生病了 天呐你太可怜了 你生病我好难受 你希望他这么讲 但是他没这么讲 因为他觉得生病很正常 所以姑娘最开始的恋爱 跟真正过日子是不一样的 恋爱最初就半年的激情期 激情期过了 他不会随时随地为了你而过日子 他还有他的学业 他未来的工作 同样你也是一样的 所以落下来吧 如果你已经确定未来 我们两个要好好过日子 要结婚了 那你不要有那么高的要求 所以同样对男孩来讲 也是一样的 有些时候男人总觉得 我追到女人了 我就可以不用去那么上心了 你刚才有一句话 我觉得你已经不理解他 你说家里只要把明面的东西 擦干净就可以了 你这句话分明告诉给我们 你知道其实角落也很脏 但是你说 我只要把表面看到的地方 擦干净就可以 也就代表了 其实你对他没那么上心了 他是做销售工作的 你知道销售有多累吗 知道 不停地说 说完了过后 可能客户不买单 然后他下一个客户 他还要不停地说 把同样的话 每天可能说上百遍 有可能一个单都接不上 所以他的劳累 你是完全体验不到 因为你只是学生 所以你会讲说 好吧 你安排我擦完 我就给你擦完 而且你说 那个房子又不是我住的 我觉得恋爱不是这么谈的 恋爱越到最后 你应该越心疼对方 你应该去把他的苦 你自己 虽然你不能去完全体会到 但是你应该去体谅到他 他是辛苦的 我们帮他做一点 我帮他做一点 这才是过日子 所以我觉得你们好好的 再开始谈恋爱 不要把恋爱谈到最后 就大家懈怠了 应该更好地把日子过好 这才是你们2017年 应该做的事情 谢谢周老师 我想关注一个时间点 你原先是觉得他很体贴的 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他这么漫步经轻 这么不满意的 就是大概我工作以后吧 工作之后 之前你觉得他挺温柔 对吧 对 你什么时候觉得他这么唠叨呢 也是工作以后 这是我认为是一个关键点 为什么在工作的时候 这些问题才出来 其实跟你们所处的环境 发生了变化有极大的关系 原先都是学生 没有那么多家长里短 面对压力也没有那么大 就是在校园里 都很纯纯的那种爱 你觉得他多好 其实有的小毛病 看见还挺可爱 但是当你工作之后 你面对压力和他是截然不同了 甚至于你还遇到了 很多所谓成熟的男人 这种情况出现之后 你再去看他 变了 怎么这么漫不经心呢 指个道都能走错 帮我拉一个包都不知道 再给和尚 甚至于在你生病的时候 他给你的不仅仅是关怀 可能还是麻烦 还是让你生气 一边哭一边 打电视机的感觉 真不好受 所以我觉得这是 最大的一个问题 他还是属于 觉得你应该是那样 很懂他亲的 就突然一下 因为你的压力变成了 唠叨的他不满意 不断地说他 我问你啊 如果在工作当中 你的上司老在这么说 你老在挑你的不对 你会怎么样 我觉得可能会受不了 就会辞职了 同样的状况 可能就出现在 你们这个恋爱当中 你想辞职 又觉得感情还是有 包括刚才你哭他地 手绢的那个细节 感情是有 但为什么他就做这么多 让我觉得不应该出现的事情 其实你要调整心态 你要能理解他的位置 或者他的成长期 他并没有达到你周边那些 可能工作几十年成熟的那些男人 那么提起 不要着急 放慢一点 因为你的着急 就变成对他的指责 你知道男人最怕什么 就怕自己的女朋友或者爱人 不尊重自己 不认可自己 我做什么都是错 索性不做了 我根本不懂你了 这是最大的问题 而男孩 一定要关注 变化的时间点 就在于女孩 面临了一个新的一个环境 面临了不同的困扰与压力 做销售的 我不知道销售业绩怎么样 但是压力一定是大的 每月每季度每年 这个数字啊 对于他的压力 是潜移默化的 时刻都挂在那 要为业绩负责的 而这会儿你做了什么 还能那么漫步惊心吗 你觉得他还是在学校 那么单纯吗 他考虑的事情多了 接触的人多了 你就要尽快地让自己进步 你要着急一些了 好不好 所以呢 给你们最终的建议就是 你慢一点 别着急 你要快一点 要赶上对手 这样呢 你们感情有 日子就会过得好 好吗 就这样 谢谢 谢谢曲总 你们俩之间的争吵 想起当初 我跟我妻子 在恋爱的时候 他跟我闹分手的时候 他经常会给我提出条件 他说第一 分手之后 每个月的钱 你还是得交给我 第二 每个月陪我看一场电影 第三 一星期至少给我做两顿饭 我说这跟分了 跟没分不差不多吗 是的 好的情感就是这个 怎么吵 怎么闹 到头来 谁也离不开身 其实 从某种条件下来说 哪有那么满意的婚姻生活 或情感生活 你知道 棋风对手 是什么样的感觉吗 棋风对手的感觉 就是非常纠结 一方面 想把对方 除之而后快 有股恨意 另外一方面 有感觉 心心相惜 这就叫棋风对手 所以说其实在 好的情感生活当中 总有这样的 幸福的小烦恼 坦说的来说 有很多不爱的人在一起 还没有这样的烦恼 这种烦恼就来源于 我很爱你 但我又找不到 很好的方式 跟你去相处 我想把这句话说出来 让你改变 但我找不到 合适的方式 和你能接受的方式 所以我非常苦恼 所以但是任何情况之下 在水乳交融之前 总有这么一段 特别让人难以忍受的事情 就像一笔好钢 在锻炼城之前 一定到水里面 枪那么一下 但是有很多恋人 恰恰就熬不过这段时期 就分了 你们现在正处于 这样的一种时期 可能忍受不了 或者打着天涯 何处无芳草的 这样的想法 可能就分了 那就太可惜了 但是我要提出一点的是 在相处的过程当中 无论彼此之间 有怎样的矛盾 还是要基于 尊重对方的基础 不管是唠叨 责备 都还是要尊重对方 在尊重对方的基础之上 来调和这种关系 总能够找到一种 适合的距离 适合的相处方式 适合的爱对方的一种模式 希望你们能够快速地走向幸福 就这样 谢谢老师 我听你们这一段 我就觉得非要点题的话 就点一个叫成长 就你们俩都需要去成长 成长对你们来说 可能是这个今年 最重要做的一件事情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老师说了这么多 其实我也感触挺深的 我感觉我确实需要成长 希望你在我的成长中 也能给予我一些帮助 而不是经常说我 数落我 然后我今天 也是准备了一个 算是约法三章吧 意义是 如果以后 你再有看我不顺眼的地方 请不要没完没了地数落我 二 如果非要数落我 请不要超过一分钟 三 最重要的就是 不要在人多的地方说我 没想到你还挺把这件事 当回事的 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有时候我觉得 我特别喜欢你 有时候我就觉得 真的今天老师说的那样 恨不得就是 就是非要在一起了 我觉得我俩都有 需要改的地方 希望你能好好考虑一下 那个臭小子可以啊 你是应了那句成语了 你是叫图穷必现的你 回去吧 你听明白的意思了吧 回吧 回吧 来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土豆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乐视网 PPTV 距离爱奇异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谢谢 谢谢 挺会超劲道啊 那就从那儿跑了啊 唠叨他 不唠叨一会儿 他今天表现得好吗 还行吗 还行吗 你看看就是不会说好话 你看 来 有请小花童 有请 本节目礼品是由 保湿护露仙品牌 一倍十药保湿一倍十 防晒霜提供的 我们来见证 属于他们的新年浪漫吧 各位请见证 其实我这个约法三章 没有别的意思 也是希望你能有一个 端正的态度 我还是希望 能跟你一起 幸福地走下去 因为跟你吵架 也不愿意跟别人在一起 谢谢啊 你确定他第一次抱你是用的左手 确定吗 你确定吗 你确定吗 确定 小子我告诉你看见没有 他说他第一次抱他的手 用的是右手 他现在确定他用的是左手 女人就是这样啊 别往心里去 好好的吧 回去吧 谢谢老师 谢谢你们 回去吧 谢谢老师 你看着他们的背影就不由地想说 生活别过得那么较真儿 较真儿谁都累 一起进入伊贝斯爱情保鲜记 来自万事大爱情保卫站专区的网友向途老师提问 我老公对我不信任 不让我跟男的聊天 而他却跟女的聊 聊天记录删掉不让我看 他还把钱看得特别重 我们现在在我爸妈家住 手里没钱 他让我问我妈要 通过很多事情 我现在对他很寒心 想离婚 但我舍不得我三岁的孩子 我该怎么办 但是想想也有道理 一个经常向自己的丈夫伸手要钱 同时还住在自己父母家的女人 多多少少是让男人会有些看不起的 如果你们之间彼此真的没有了感情 不要考虑孩子 该理就理 好 谢谢 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伊贝斯要保湿伊贝斯 伊贝斯防晒霜冠名播出的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